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最近我們在除了入社節目之外 我自己還錄一個大會計師與小股民 說真的最近覺得說 你看你講了半天點閱率都很低 因為大家都不想看股票了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大會計師裡面講什麼 我沒有記錯的話 講戰爭概念股 沒錯大家現在不知道戰爭嘛 剛剛王伯說 又升空 應該說北韓升空180架 在早上遲疑點的時候 南韓升空的80架 那我剛剛有看到 北韓到底用什麼機型 我不知道應該是蘇凱那一類的 南韓升空的飛機叫什麼 F-35A 新的 F-35A是目前應該說最主流的戰機 應該說它的另外一個名叫做逆中戰機 它能夠躲過雷達的 很厲害 這是洛克希德馬丁的產品 那也很榮幸 F-35A它的一個什麼 FPGA部分是賽林斯公司提供的 是在台灣做的 晶片在台灣做的 你看大家想說台灣現在很危險 韓國那時候還說 所以台灣現在如果說從這個地緣政治的 就最危險的本來是第一名嘛 因為烏克蘭已經打起來 現在台灣本來是第一名 現在退到第二名 這些外資如果回來台灣就不得了 對啊 這陣子其實三星在漲 有人在講說三星因為有先進製程 大家現在要躲掉說 沒有啦 說什麼台灣的單 什麼都要轉到它那邊去啦 對 現在看起來韓國有比較安全嗎 沒有 有沒有想太多了 對不對 都需要F-35A升空 而且升空80架 不是八架 對不對 不是八架是80架 理論上來講它比較容易打起來啦 因為兩邊比較視金綠底嘛 南韓跟北韓一樣大嘛 你知道嗎 那你說我們跟這個中國大陸去比賽 我們小很多嘛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去挑釁嘛 對 的確沒有錯嘛 其實像這種戰爭概念 古老師說我們 我在我的這個節目也跟他講到 8033雷虎 說真的 這真的是有點離譜啦 但是你看人家雷虎就接到國防訂單 沒錯沒錯 對不對 雖然說我也跟他講 這模型飛機 這個遙控飛機說真的 今天我難得同意朱誠志的說法 他說這個模型飛機跟無人機 事實上是天差地遠 沒錯沒錯 什麼是無人機你知道嗎 無人機上面還要裝GPS耶 對不對 還要裝什麼 還要裝影像感測的裝置 那模型飛機不用你知道嗎 那不過當然啦 他有接到訂單就恭喜他們 對 我也在節目已經跟大家講過啦 就8033雷虎 他今年以來已經漲超過一倍以上了 他今天應該還是漲停板嘛 對不對 還是所謂的台股勝利族之一啦 那當然回到我們要跟大家談的話題 我有跟大家講 當然你都知道現在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對不對 但是我剛剛跟他開玩笑 如果明年台積電 他的股價一直在300 200 甚至到100在那邊浮浮沉沉的時候 你會忘記這四個字了 對不對 甚至在長榮陽明在200 200多塊的時候 我記得洪遠投顧啊 說他們叫護國艦隊 對不對 只要他的股價很強 都護國 只要股價很弱 你忘光光了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 說真的 有可能成為誰是成為新的護國神山 我們就從這一次的MSCI 可能新增的成本股裡面來看 當然會剔除的 說真的 洪基早就該剔除了 老闆每次出來都在看衰 說真的 老闆如果每天在看衰的話 你就不要去買他股票了啦 對不對 洪基早就該剔除了 那其他這些東西 我們就不以置評 那你去看一看 我特別把它框起來是什麼 其實你看最近 最近創意的股價非常的強 對 對不對 那可能是因為列入MSCI 長到被警示 對啊 強得那麼厲害 因為他今年獲利真的很好 剛好這一波拉下來 這一波的因為 美中的關係下來 他現在 他們缺口已經補到最後一個了 他是不是剩最後一個缺口 剩第一個缺口還沒補而已 這差不多了啦 就在前高附近了 他真的非常厲害 對不對 那我們不是要跟大家講創意 其實加者也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 這一次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這一些 這個大公司 Meta 還有包括Apple 包括這個應該說 包括這個Google 甚至包括這個Microsoft 他們這一次在雲端部分 事實上說大有展 那你去看到這一個 所謂的一個部分 我們圈起來的部分 都想 其實呢 當然今年很紅很紅 是北極星 從200多塊錢跌到 跌到剩下不到一半 跌到九十幾塊 當然 北極星到底好不好 這很難講 但是我中間框起來的 合一跟藥華藥 你可以看到 這兩家公司的市值啊 藥華藥市值是1520而已 我記得 這個鑽石生計 剛剛掛牌的那一天 市值也是1500億 那很屌 那個陸孔明 對不對 走路有風 說他們鑽石生意是永續生計 結果 我偷偷看到 鑽石生計呢 去年 持有合一的張數 還比今年還要多 代表什麼 他中間有偷偷賣掉 對不對 賣給誰呢 我這又不講了 其實我在節目有跟大家講過 有 合一有一個大股東呢 這兩三年下來 偷偷 買了一千多張啊 那那個誰你自己去查就好了 所以包括像合一 包括像藥華藥 事實上呢 投資朋友剛才猶豫到 會不會他們就是所謂的 新護國神山 我這邊給大家看這個東西 投資朋友 旁邊這一張是什麼 燈號啊 什麼叫燈號 中國大陸在申請藥證 他們要亮一些燈號 什麼 這個字比較小一點 什麼 什麼藥理 藥理通過啦 臨床通過啦 什麼 什麼東西通過 反正一大堆燈號 現在呢 你看到 現在所有這些藥裡面 現在在排隊的這些藥裡面 合一算最快的 為什麼 合一的燈號 事實上已經亮到哪裡 已經亮到這個 已經亮到最後面這邊了 對不對 所謂的 你看到這白白是什麼 燈滅掉 這叫他已經通過了 其他人都還沒通過 對 其他人都還在什麼 還在第三 那一行第三什麼 藥學那邊還沒通過 合一連藥學的燈號都滅掉了 所以 理論上應該很快有機會 就有拿到藥證 當然到底有多快 不好意思 我不是習近平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在今年年初 合一也跟你說他很快就會拿到藥證 對不對 這中國藥證的部分 那一旦中國藥證拿到之後呢 我想就比較精彩 就 這個 銷路上面 甚至包括獲利上面 它絕對是大不度提升 那另外旁邊這什麼 藥華藥 藥華藥的動土 這個是在 昭早的消息 這是10月20日 藥華藥其實這一次 它憲徵68億 其中有50億拿來建廠 他說這50億建完廠之後呢 它的產值是怎麼樣 上看400億元 藥華藥現在一個月的營收2億到3億 所以如果產值 上看400億元的話 是現在一個 應該說等於是現在營收超過10倍以上 當然你說這都是用想 這是用拆的 投資朋友 可是 就是有夢最美嘛 對不對 過去老實說 在原泰20塊30塊的時候 你會想到原泰現在200多塊嗎 想都想不到 建測6、70塊的時候 你跟他講做散熱能做出什麼名堂來 不就是幫AMD散熱 結果AMD那時候股價20塊 後來AMD 超過股價到150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 你看到這個 那個 建測衝到400多塊 現在超過股價跌回40、50塊 建測股價還在那裡啊 所以當然這些比較有夢的一些股票 我覺得投資朋友倒是可以參考 對不對 會不會他們就是未來的 新的護國神山呢 當然投資朋友可以留意到 不過他們有一個很大缺點 其實會列入到MSCI的話 股價都高了 對不對 市值大你知道辦法列進去嗎 你看這些市值裡面 MSCI裡面市值最小 我想這次台氣營要進去應該不容易 因為有一些 股權分散問題 因為畢竟台氣營有很大部分 大部分的一個持股呢 應該是我們政府所持有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進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到其實包括像藥華藥 包括像是合一部分對不對 你看到這些市值啊 1500億900多億對不對 甚至包括什麼樣 包括這個創意有600多億 所以其實像你看到這裡面 如果以圈起來部分裡面 真的最有可能列入的 是合一跟要來要 當然呢 如果列入的話 我會講過 最大好處是 除了說這些被動基金會進來買之外 事實上包括主動型的一些基金 他們開始呢 會去看到我們台灣這些 能夠蓬勃發展的一些生技股 大概是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有比較低價的啦 老江 對 那些基金這一塊真的會面臨很嚴重 所以現在如果說有一些公司 業績還會成長的 這些投信就會去買它 為什麼 因為它不得不買股票 但是你就要去買衰退的 那個不符合他們的一些想法 那所以業績會成長的公司來講 投資本會去做一個留意 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是6290的兩維 為什麼 它上半年賺6.19 第三季賺1.8 第三季賺1.8 你如果都不去看它 你不會覺得它很稀奇 如果它是賺6毛6毛6毛這樣賺1.8 結果它突然是怎麼樣 7月賺4毛錢 8月賺4毛錢 9月賺1塊錢 這個就是很稀奇了 9月為什麼獲利會大升 這個所以 9月獲利會大升 所以第四季 這個是比較保守的一股 會賺到2塊半 為什麼 為什麼它會這樣 這個等一下講 就是說它的獲利大幅度成長 因為9月份就賺 就賺一個月賺1塊 對 合理嘛 然後最重要來講就是說 這個是到今年的第四季而已 第三季1.8 第四季2塊半就4.3了 對啊 下半年就4.3 沒錯 4.3加上上半年的 就大概6塊多嘛 對 所以現在的股價偏低嘛 重點是什麼 它明年之後打遍天下無敵手 叫什麼 它有一個就是說在美國的快充 其實我們現在 剛剛很多人都在講 這些充電 充電 像那個新勝利的一個電池 這個是等一下 這個是新產品 它有一個電動車的快充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15分鐘就充電好了 15分鐘充電好就是怎麼樣 你去充電 去喝就要咖啡回來 你的車就充電好了 所以現在在美國 它這個產品推出之後 得到認證 所有美國賞心的 幾乎所有美國電動車都 你快來 你快來 所以它一下子訂單接了很多 而且這個單價很高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部分真的是以後的電動車 如果說充電15分鐘可以完成 這個才是電動車可以大型 起到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全世界現在只有有辦法 投資兵 你去想看看 所以我不敢說它會成為富國城山 因為怎麼樣 因為中國大陸這一塊它可能進不去 但是如果連中國這一塊給它進去的話 那這個真的是 它這個成長的空間真的是無可想像 因為怎麼樣 你不要以為要做這個快充很容易 快充不好那個車主會爆炸 會起火 會燃燒的 所以這一塊來講才是投資 沒有在這邊可以去做一個特別留意的 它不計這一塊 第四季為什麼可以賺到2.5 我們來看 它主要產品是什麼 是銅 銅從這個大概兩年前的高點 10500塊跌到多少 跌到6800 跌了多少 跌了大概30幾% 它外面包覆的叫做PVC 它從多少 從18000跌到6000塊 所以你看現在華夏為什麼會賠錢 華夏好慘喔 就PVC漏嘛 華夏主力產品就PVC嘛 所以PVC跌了這麼多 但是它跌這麼多 情侶來講華夏是很慘 兩尾就會這麼多 它就變很好 那它變很好來講 因為它之前用的是高價的 高價的這一些桶跟PVC嘛 它這樣一路跌跌跌跌下來 它的毛利率沒有辦法開始扭轉 為什麼9月會開始變好 因為它9月開始用到低價的PVC 9月開始用到低價的PVC 這個就不容易了 所以它的毛利率可以大幅度成長 那毛利率可以大幅度成長之後來講 11月12月成長幅度會更大 所以如果說我們樂觀預估 9月是就賺1塊錢 那11 12月1塊賺1塊1塊 賺3塊 所以說比較保守的預估嘛 你看它的線都沒有漲到耶 你知道嗎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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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很漂亮 那另外來講 再講說我們剛剛 它站在年限以上 對 站在年限以上 我們來看看蘋果那一個新的那個 這一次來講蘋果不是說有剔除一些供應鏈 兩位是被剔除的 那被剔除為什麼被剔除 我去問 要說我做那些產品都沒有賺錢 我就不愛做 不會快做啊 對不對 要公司 我現在單純 我要做給你 那這個新產品 蘋果的新產品呢 這個比較新的 包括這個 這個我們講的 這個什麼PRO什麼PRO的一些比較新的 還有這些手機還有SERVER的這一塊 獨家給兩位 為什麼 因為這一塊 別人做不起來 所以兩位為什麼這個蘋果的新品 要突破給兩位 這個是什麼樣 突然給兩位 那兩位我就會去問他說 你不是說你不要接蘋果的鍋 你怎麼接 這塊有錢人賺了 所以這一個是什麼樣 一來一往之間來講 其實我們知道來講 你如果做蘋果大宗的 譬如說你去做那個 像蘋果做一台蘋果手機 你知道賺多少嗎 他只要賺的是賺什麼你知道嗎 只要是賺這個長天啟的這個利息 這個他賺很多 蘋果 因為他量大嘛 那所以說像一般的這些東西 他都給你壓縮到 為什麼鴻海一直以來毛山倒數 最明顯是什麼 壓縮到洪水數不快接大了 對 不快啦 因為他說每年 他要求每年降價10% 20% 一直降一直降 對 降到就是說 其實做蘋果的這一些東西 除非像大力光那個 維養高階你沒有辦法取代的 其實來講沒有人敢不接他的單單 其實剩下他們去找第二供應商 第三供應商 慢慢就把你取代掉了 對 那兩位就說 我就不快來你做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就不接了啊 所以說他被踢出那個供應 所以他只保留這一些有獲利了 你看這個新品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10月份才發的訊息喔 他這些訂單單獨家供應商代表什麼 別人沒辦法取代嘛 等到你去找第二家 第三家來 不好意思 我已經是先彈起來了 先彈起來 對… 所以梁瑋這個情況來講呢 其實以他的獲利的一個情況來講呢 他回到我們剛剛的第一頁來講呢 他這個 這一個充電樁這個明年可以成長多少倍 你知道嗎 10倍 倒數兵運 因為他是跟Charge Point 對 Charge Point嘛 他是打入全世界 而且是什麼 這個高速的這一個快速的一個充電 這一個部分來講呢 我覺得投資們還要去研究 他的發展潛力會比這個 我覺得啦 現在大家要看新勝利 新勝利也是一樣嘛 古年了解 今年第三季大賺錢 九月大概賺到九毛錢 跟這個梁瑋差不多 但是我梁瑋 我覺得梁瑋這個 以後的這個發展潛力會更大 大家現在都只看到電池啦 說這電池啊 怎樣… 其實電池之後來講沒有電 有電池有什麼用啊 對不對 那你電池 如果說你那個充電不好 效率不好 你放在那裡你就要充電 比如說我 你像我們現在的充電 你至少像高速公路 你去開 很多去充電都排很長嘛 對不對 你這個充電 你要想說 你把它縮短到15分鐘之後 它還有一個很大的意義是什麼 我不需要那麼多的充電樁啦 因為我15分鐘就充好了嘛 你現在充電樁 如果兩個小時 如果四個小時 你要有很多的充電樁 你知道嗎 那你現在只要這個15分鐘 你充電樁就不要那麼多 但是你要安全可以 它已經同時認證了 這一塊的 明年的一個潛力 會慢慢爆發 那重點就來喔 它的這個成品是很高的 結果你看它 它當初爆價是同用10500的 這個去爆價的 PVC到18000去爆價的 現在這個都跌下來了 那我問說 你這個產品人家 這個價格 會大家抬不然說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個產品無可取代 所以它原先預估的毛利率 是30%而已 現在變50%嘛 因為這個原料降太多了嘛 所以頭中有就是說 在目前現在這個階段 你會看到很多的東西都在衰退 很多的東西的業績都是 像藍科對不對 照顧偉衰退60% 像你幾乎看到都是衰退30% 40% 50% 60% 比比皆是啦 你可以看到這個營收可以成長而是 也不是營收成長而已 毛利率更大成長 像這一種公司真的是很多 我覺得老江講的有道理啦 那些不好的都在漲了 好的更應該漲 對 但是大家現在都不知道嘛 那你當投信來講 投信不能買股票嘛 他一定要買股票嘛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在這裡來講 如果說 不管他升息有沒有結束啦 如果升息沒有結束來講 這一種股票會漲更多啦 為什麼 因為像這麼好的沒有多少啦 如果升息結束了 大家都漲 他也會漲不可 你買這些股票進可攻退可守 而且現在的股價 你看看站上連線了 現在台灣股票站上連線的不多 就代表說他在高檔整理這邊 你看看那一條線連線已經開始站上了 那像這一種公司的這個就是 我覺得可以all in的啦 就是說像育龍 有很多人去all in育龍就是怎麼樣 因為他有龐大的土地資產嘛 你買這個東西來講不會 長線來講你不會受傷嘛 那像這種公司他可以維持在連線這麼久 而且這個新產品一直說要發酵都要發酵 講了很久了啦都沒有 現在終於開發結果了 那所以說來講呢 就是說講了五年資典 很多法人就說你以前講的都不夠 現在也許很多法人也還在存疑階段 說真的沒有 事實上來講已經都到接到訂單 而且都在出貨 而且我覺得數字會說話 對 數字會說話 你看他的獲利數字都會知道的 而且1.8 1.9這不是我講的 我這記者寫的喔 我是私底下後來 有去跟公司做進一步的一個了解 他說不是這樣而已 第四季會更好 不是這樣而已 今年到第四季那個都小case 哇 明年會好到讓你不敢相信啦 所以投資朋友如果說 我覺得像這種投資朋友就可以壓重一點啦 搞不好他會成果復國神山也不一定啊 大家不要去小看這一種 現在五十幾塊的 他這一種來講就是說 他的產品來講 就像剛剛我們李快所講的 你說之前的那個 你怎麼知道二十幾塊的 有沒有 元泰二十幾塊 元泰啊 兩百多塊 做散熱的對不對 三十幾塊漲到 兩三百塊的比比皆是啦 那這一個我是覺得 他也具備這個條件 所以在當下的時代 就是說他明年 第四季成長 明年成長 其實如果有這種股票 我勸投資朋友來講 就是all in 就是all in 對 有限啊 獲利已經在那邊了 那當然你說像義龍店 這個還要調整 欸 義龍店今天也很厲害 這沒有跌停板 沒有跌 他還說空空不可以放 對啊 好厲害喔 對啊 但是他可能整理時間 要很長的 我也不希望 投資朋友你要等很久 我們買這個門單 因為什麼 接著下來 下個禮拜 要開法術會 這個已經有公告了 下個禮拜要什麼 要公告這個 財報 財報 要公告十月的營收 都是好消息 那這種你就有沒有 不用怕了嘛 對不對 所以頭主任總 這是怎麼說你ICOE 你現在上次我們那個王伯 不是說我們100級 要來送股票嗎 那我也不知道 快到了快到了 那送股票的時候 那現在都給我們買到四個月 對不對 大家都放空嘛 大家都放空 五年限以下放空嘛 對對對 但是你碰到好的公司 現在來講 升級即將要結束了 其實它不結束 股票也會漲 結束之後漲更多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投資朋友不要說all in 不要說買一張兩張的 不要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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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張好嗎 我想你們碰到都是 那個客戶我跟他講 以前都是一百三兩百三個月 欸 只要一百兩張 他說不要啦 老師 我要一張好嗎 對不對 從這裡就代表說 這個也是一個底部的現象 提供大家做參考 其實我是覺得 如果我們把台積電扣掉的話 其實我們看很多股票都漲 沒錯沒錯沒錯 真的啊 其實大家就糾結在台積電沒漲 那 因為他是護國深山啊 對 那當然台積電有台積電的因素在嘛 外資持有台積電百分之七十 一千八百萬張 他如果真的要把他 每天攏 對啊 每天攏 你要叫誰接啦 你沒辦法啊 可是你可以發覺說 我是覺得現在機會很好 是因為 我們看到的現象啦 像老江一開始講集團作帳嘛 對 投信作帳嘛 對 然後你去看那個內支大戶 內支大戶 他還是在衝來衝去 但是他是往上衝 他是往上衝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去注意那個 有條件進空令的話 其實你那個跌幅超過百分之三點五嘛 然後隔一次一個交易日是平盤下不得放空 那現在大家看到說 台積電現在卡在這邊 反而很多中小型的股票 欸 現在短線上漲兩成三成的一堆了啦 只是大家沒有去注意啦 我覺得說大家可以去 注意一下有一些哪些股票有機會跟上來 那我們今天來看這檔啦 宣德啦 宣德 那宣德當然其實 他就是台灣設計生產連接器的領導廠商 那當然其實宣德現在大家跟他包在一起的就是利訊啦 其實因為利訊也入主了嘛 利訊入主 其實我覺得啦 我覺得其實你說股票跌成這個樣子 就像剛才老江講兩偉 他是營收成長 然後獲利成長 其實我們仔細看那個宣德的他的營收也是成長 那利訊入主之後其實宣德剛好 那透過利訊他可以什麼 他可以去爭取到更多 比方說蘋果的供應鏈的訂單嘛 所以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 我們去找這些比較低位階的 然後什麼 他有所謂的副爸爸 或是所謂的那個國際大廠去支援的 我覺得這些股票可以留意 之前人家說他那個AirPods嘛 除了AirPods之外 其實最近炒得最熱通家幾根漲停 三根 三根四根嘛 對通家也是持續 Type-C啊 對啊那你去想一個問題喔 其實蘋果喔 其實 基本上啦 剩下iPhone啦 其實你看那個iPad Pro早就用Type-C了 你現在現在說如果說 連蘋果手機 然後開始也要導入Type-C的話 他說他不願意啦 不然他說他有點被逼啦 不是不願意啦 有點被逼 但是他還是要用嘛 那我們認為啦 我們認為其實 因為宣德本身就有在供應嘛 我覺得說其實Type-C這一塊 宣德也是直接受惠 所以投資票你去看說 有領頭洋出來 我的股票要漲上來 那你去找一些位階低的 我認為宣德未接地 你看也知道啊 這要我講啊 未接再加到 未接再加到 那 獲利也不錯嘛 獲利不錯喔好不好 他的營收數字上來 然後現在只要那個第三季 現在很多都是第三季季報 公布不管好壞都漲嘛 對 最近第三季季報公布出來 不管好壞幾乎都漲好了 就要直接鎖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位階低啦 位階低 那這種股票喔 你就看嘛 那 人家的營收獲利又不錯 後面有一個所謂 相關的題材喔 Type-C 然後領頭洋也衝上去了 然後這也不是什麼 奇怪爛公司啊 我覺得大家反而可以把握啦 去做一個 的確沒有錯啊 這個王博也有講到說 是不是小郭 不是 郭明啟寫了一個報告 他不是報告 他現在都發推特而已啊 他說這個 蘋果已經通知 就是利訊跟核碩呢 去調整產能 對對對 除了因為 iPhone14呢 這個 沒有賣那麼好之外 現在啊 因為鄭州廠 這個 鴻海鄭州廠 現在大家也知道 現在反正你也不知道 裡面長什麼樣子啦 對不對反正 有人說很嚴重 有人說沒有那麼嚴重 有人說沒事啊 還有每天加發400元 結果 加發400元還一堆往外逃 那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是不是蘋果要透過調整產能 因為過去我們所知道 核碩跟利訊所接的是 比較低階的iPhone 所以這次是賣的比較不好就是他們 那調整產能之後 大家都來做高階iPhone 說真的其實差別也沒有差到哪裡去 是不是也變成間接的一個受惠股呢 對不對 別人家裡失火 結果你家好好的 你就變成受惠股了 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 當然這些個股我們認為說當然是有高價的 我剛剛講的 新富國神山嘛 合一藥華藥 很貴 對不對 一檔市值是1500億 一檔市值有900多億 對 他們真的很有可能 MFCI 11月11日公告之後 他們就列入MFCI了 那也有很低價的 我們看到像是宣德跟 宣德跟梁瑋 宣德跟梁瑋 事實上他們的股價都是五六十塊錢而已 對不對 而且說真的 老實說啊 你去哪裡看到這麼便宜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到 那個瑞儀啊 瑞儀前三季賺了12塊 股價 公告錢才八字頭 沒錯 欸 其實哪裡看到這麼便宜 真的是讓你覺得很神奇 結果也只有連跌這麼久 你才發現到 哇 股票怎麼得那麼便宜 都沒有人理它 所以也看到什麼 剛剛老江講的 通家 欸 那呀 噼哩啪啦就 漲了三四根漲停板 沒錯 所以現在一有題才一點 你看那個新勝利 對啊 衝心高對不對 有的人也不想賣了啦 說那個 那個 像你講說無人機 我們是做那個模型機嘛 對 8033你看 15塊找到35塊 對 沒錯 說真的他們 老實說當然 他是有接到標案 他有接到標案 但是 這些標案的東西啊 其實他能夠做到多少出來 這我是不太知道啦 不過就是 概念嘛 對不對 沒錯沒錯 這個概念股當然投資者可以留意到 因為真的股價跌這麼低 那如果說真的 我們叫我們講到的 如果升級正進尾聲了 整個市場呢 開始由這個緊縮 要變成寬鬆的話 我想呢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布局方向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